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采灵芝 山林的早餐非常漂亮 现在是六点多钟 看这棵大芭蕉树 这个树上的花开得非常漂亮 自己天一直在除草 你看 现在真是生秋了 龙岩全部落在地下了 树上已经落光光了 树上已经全部掉光了 你看 现在龙岩全部干了 这是被车子连过的痕迹 所以到来年都变成堆肥 完了 完了 前面都割草了 你看 全部割了 会了 赶快走 看我的灵芝 哇 远远的就看见我的灵芝 被疙草全部暴露了 哇 今天一定把它抬回家了 不能再放了 还好 盖草的人不认识灵芝 这给我拿下来了 先放一遍 这个呢 这个 这个先放上去 很好 没有朋友过它 很漂亮 应该再放几天再开 现在没办法了 只能抬下来了 反面非常漂亮 被我拔掉的 它还是这样 一看就是活体 非常的新鲜 被拔掉了 这还有块小的 马上就会再长出来 它非常的新鲜 所以没有给它连根挖起来 给它盖一下 用刨盖一下 它会再长出来 这边这个小的也是 下面还有个小嫩 再给它盖起来 它回家了 已经晾了好几天了 它有浅变身 已经晾干了 我们给它蹭一下 今年的因为出草的原因 没有长大 这是去年的 有它翻臂的大 关于灵芝的视频 我已经出了第三期了 今天就总算把灵芝采回来了 下期我们分享如何吃灵芝